删掉一半 拆分 拆分隐藏 然后这一部分 也是一样 拆分隐藏 我们只要它的中段 大概这么宽 这么宽 拆分 好 这一部分 就留这一部分 显示出来 其他的变成透明的 然后用这种裁切笔刷 打开对称 一个点 两个点 有一个完美的这种飞起的结构 删除隐藏 然后再对称 看一下这部分的形状 这个形状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形状 这个形状确定是我们想要的形状之后 大了 我们也只是需要它的一半的位置 一半 这一侧拆分隐藏 也不删掉 留着它 对吧 然后把它挪过来 大概这些位置 把多余的给它删掉 删除多余的位置 再来mesh一下 加一个FFD柔软的 这种 底下它往上挑 挑到上面 让它有一个这种飞起来的这种 这种趋势 有一个这种飞起来的趋势 然后接受 还有这个关掉 最新手 看一下 对称一下 对称一下 复制 把这个轴放中间 旋转 哎 90度 旋转之后 让这个轴呢 跟这里对齐 形成一个夹角 这样的一个角 当然它这个夹角啊 就给它撑长一点 因为它的侧面 侧面这个侧面是个直的 上面这个结构是个直的结构 类似于哪个呢 类似于这种吧 类似于这种 它底 就比如说这个是侧面 但它的正面呢 正面上面高的屋脊呢 它会有一个这样的白白 有一个留白的一个地方 要把这个留白的地方给它做出来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侧面 这个这一部分给它编的长一点 删除隐藏 到mesh 然后现在把这个粗粗的膜呢 给它关掉 用分组的这个笔刷 看不清 看不清把这个幽灵点开 这样就能看清了 看不清 텅 嘿 这一部分是我们不需要的 删除隐藏 Dlamash 然后侧面 这一部分结构是不需要 删除 删除隐藏 Dlamash 上下这两个结构 给它变成一体 向下合并 然后再Dlamash一下 这个小洞不要在意 用膨胀笔刷 淡淡的刷一下 Dlamash 这个结构就出来了 然后下面是底下这个横梁 这一部分 上面的那一块就不要它了 删除隐藏 Dlamash 推下一个方形 推下一个正方形啊 把它拍扁 大概这么宽 这么宽 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从底试图看啊 那它就得往里去一点 确保四周的那个 四周的宽度相等 让这个图形的这个角 与这个屋脊的这角啊 给它成为一个角 就是 这叫在一条线上 如果这个是一个石门的话 就这里面的这些结构啊 就尽可能的避免掉那种圆形 避免圆形结构出现 如果弄圆形结构呢 这个门 它就是显得不结实了 复制 拉长 说短 用复尔 大概是这样 这么快 这么快 这么快我就觉得它差不多 然后在麦式点开 分别力加大一点 德勒麦式点开 向下合并 然后再德勒麦式一下 这个方孔的结构就弄出来了 当然它这个边呢 不可能是这种直角边啊 它会有一个直目的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 尽可能的把这个边 给它变成一个直直的边 进行这种操作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点 让它这个边变成一个直边啊 这条线是直的 这个结构给它撑出来点 把这个边切掉 把这个边切掉 看一下 先把它们变成一个组 然后把这个边切掉 切掉这个边之后呢 把它孤立出来 删除隐藏 然后再重新DMesh 这个洞就补上了 DMesh 这一部分就OK了 按住out键 点一下这个位置 这个轴子就来了 好 看一下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镜像 这个镜像 上入这个结构呢 就出来了 把它这个结构呢 尽可能往上挪一挪 往上挪一挪 它是这种角度 对吧 这种向下往上挑的角度 这种 中间防凉的位置 同样 追加一个方形 这里面Jb的方形啊 是万能的啊 万能方 把它沉长 大概这么长 大概这么长 前面的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是 是原来雕花用的啊 确定雕花位置用 用它 大概在这个位置 从下面到上面 它还有一个两层的结构 那些都不用管 都先放在那里 不要在意那个东西啊 在意多了 放膝里面是病 95度 90度 摸下来 大概这么长 下面稍微略微长一点 长点坐着 没关系 上去 变成一体 变成一体 看下是怎么支撑的 这底下一层压一层 对吧 最顶上是最大层 然后下面一点一点的 再复制一个 把它摸下来 摸到目前的这个位置 然后上面整体给它扩大一些 双层 搭粮节奏 看吧 要确保 从这里 从这个位置 这条线 到下面的距离 与这条线 与竖着的这条线 到侧面的这个距离 这两个距离尽可能的相等 觉得上面短了 没关系 扯一扯 把它撑出来 就加一个方形 从方形开始来 这个这笔里的方形是万能的 万能方 这样的 先横向的 先横向的 不要管它大小 先把它的那个形 大形给弄出来 形弄出来一切都好说 形弄出来什么都白扯 然后上面扩大一点点 形成一个这种结构 我们现在按着这个 这张图来做 这张图 它的那个 最下面 这些支撑 感觉跟这张 这个图很像 大概也是这种形式 它并不是说像这种 三个支撑 这种不是这样的 因为它整个是石头结构 石头结构 我觉得 它应该没有那么复杂 做复杂的反倒是 脱离了现实 这种挪过来 然后接受它 紧接着把它们变成一个一体 打开它的Mesh 变成一体 Ctrl W变成一个组 Out 这样 上下都遮住 然后我们需要裁这个位置 这样 下面这个支撑 弄得粗壮一些 粗壮一些 它这个整个 整个的支撑 才会有一种力量感 它是几个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总共是六个 这样 FFD 中间的这个 把它拓宽一些 再向上转一点 然后接受它 Ctrl Shift 按住空格键 挪动它 挪动 这条线 松手 另一侧呢 也是一样 Ctrl Shift 这条线 松手 这种 宽了 就把它缩载点 然后再打开对称 这个宽度 目前宽度 看着是可以的 这样它下面的支撑 就完成了 对吧 接下来做上面的支撑 上面的支撑 需要把下面的这个东西 给它复制出来 复制 拖到上面去 磨动一下 这样的 然后把它收窄 其他的不用管 以这个边上的这个啊 为基准 把它遮罩住 Ctrl W 形成单独的一个组 然后把其他隐藏 删除掉 删除隐藏啊 直接手动给它拖过来 用ZB呢 尽可能的就粗暴一点啊 不需要那么肉 这个位置 它应该换个形状 再用这种剪切 给它切一下 石头做的东西 它不能有那么复杂 东西做复杂的呢 它就看着反倒是不舒服 这种 这样做 再对称一下 Out键 把坐标轴挪到模型中间 然后按Ctrl键 按out键 按Ctrl键 拖拽出一个模型来 这就复制出来一个了 然后按住shift键 旋转 旋转的是90度 做到这个结构 放在这块 比较 提合一些 看一下这个东西的布线啊 重新给它布下线 因为现在有点乱 不太好调整 它这下面的这个东西呢 整体 还是比较厚实的 然后对称一下 这个厚度就出来了 这上面盖子厚一点啊 整个它的大感觉就能出了一些 看着能舒服很多 要不始终都觉得哪里是怪怪的 这个结构应该是这样的 整顶还得往下缩呀 它就接着给它缩下来 到现在这个位置 然后顶上的这个部分 向下合并 嗯 啊 这两个东西 给它合在一起 然后把它挪过来 让它底下这个结构呢 更加紧凑一些 不然它看着实在是太丑 对吧 那这个衡量 就是这个地方 像做这种啊 房子下面的这些结构呢 是比较费脑的 因为它有一些结构呢 你要考虑它的合理性啊 还要考虑它的美观 所以说 要考验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所以它这个这个部分呢 有可能还会再小一点 因为看到它这个前面 这个雕刻 就能够感觉得到哈 雕刻这个位置啊 明显皮要皮这个后面 这支撑的部分 要向前高出很多 所以说这个支撑的地方呢 还要继续向后离 是这种 离到这种程度 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 上面的大型呢 就是这个样子 高于段落 能够